大家好,欢迎来到娱乐泡泡圈 国外明星在中国内地一直受到大家的追捧 而大家也很喜欢韩国明星来中国发展 确实给中国的娱乐行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只不过大多数韩国明星来到中国并没有被大家接受 比如来说早期来到中国发展的韩国明星张纳拉确实有很好的发展前途 可是因为没钱了才来中国遭到全国网友的抵制 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只有没钱了才来中国赚钱 当网友们听到这句话之后表示愤怒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看到张纳拉来国内发展 今天要给大家说的 这位女明星曾经在中国也是很受欢迎的 但也是因为在直播的时候说错过一句话被封杀 她之所以能够在国内比较受欢迎 除了长相漂亮之外 甚至还愿意为了粉丝去学中文 就是因为这个行为让大家喜欢上了林云儿 别看林云儿外表很可爱 娇小柔弱的 但在她唱歌跳舞时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结合多个方面的因素 让林云儿在国内很受欢迎 相信大家都知道韩国女团向来以性感撩人的舞姿著称 而在韩国娱乐圈这样的女团是非常多的 所以她们的竞争力也是非常大 有的平临解散 有的火遍全国 要知道韩国女团少女时代当年可是火遍亚洲 而女团中又以林云儿的势头最强 在韩国可谓是家喻户晓 凭借着自身清纯的外貌和娇好的身材 不俗的唱跳功底 吸引了大批粉丝 林云儿算是她那个女团中事业最好的一个了 同样她也是组合里面最漂亮的一个 前几年她更是来内地拍了很多作品 她出演的作品都有着不错的收视率 甚至还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 来到国内发展的她 事业可谓是更上一层楼 林云儿来中国之前还特意学习了中文 虽然她说的不是太标准 但是这诚意还是被很多人认可的 一次记者采访她时 问到她今后会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公 她直言不会嫁给中国人 称生活习惯自己无法接受 并且两人交流起来也十分麻烦 很多网友听到这样一席话 也是感到一些失落 后来她在一次直播的时候 林云儿表示 自己肯定不会嫁给中国人的 也不会来中国定居的 毕竟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而且想要交流的话也是很困难的 这样很多喜欢林云儿的粉丝们 感觉到失望 不过这毕竟是人家的感情问题 作为粉丝的我们怎么能去干涉呢 真正让林云儿彻底凉凉的 还是她那张嘴 不管偶像选择的对象是谁 毕竟这是人家的私事 但如果诋毁了自己的国家 想必阎皇子孙们都不会接受吧 有一次在韩国接受采访的时候 她表示自己来到中国 不过就是为了捞金 对于这样的言论 中国网友怎么可能会接受呢 更过分的是 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居然用韩语说中国人不要脸 幸亏当时有一位听懂韩文的中国记者 直接戳穿了林云儿虚伪的外表 这件事情传到国内之后 引起了网友的争议 后来有粉丝出面澄清 说这件事情应该是凭空虐造的吧 但是她并没有第一时间道歉 所以现在很多网友不希望她来到中国发展 后面除了现韩领后 就再也没有看到林云儿来到内地了 她的知名度也是逐渐下降 虽然她在韩国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她 可是内地傲娇的她被网友封杀了 国内大家已经慢慢的担忘她了 作为一个韩国明星 飘洋过海来到别的国家发展 虽然你长得很漂亮 有很多人追捧你 但是做人却不能自大 毕竟内地粉丝是不会像韩国粉丝那样 灌着你的坏毛病 毕竟宪含令限制了韩国明星来到中国发展 如果不是林云儿的傲娇态度 怎么能遭到网友的封杀呢 其实不管是哪个国家 都应该尊重这个国家 邱慈玄也是韩国明星 但是在中国发展的比较不错 大家都很喜欢 你喜不喜欢韩国明星呢 一直以来韩国明星在国内都是很受欢迎的 主要是因为这些韩国明星长相帅气 演技好 唱歌跳舞都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有很多韩国明星的素质态度并不是很好 经常喜欢诋毁中国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明星在国内不受欢迎的主要关系 希望国家能够出台政策 不要让这些不入流的韩星来到中国发展 今天 有九亿少女的梦之称的林更新 因为被粉丝发现 频繁在韩国女星林云儿的微博下评论而引发热议 比如 在去年八月份林云儿晒了一张戴帽子的照片 林更新马上虚寒问暖 毛鲜帽热吗 林云儿玩橡皮泥 林更新连忙提醒 橡皮泥不能吃会中毒 林云儿圣诞节晒照片 林更新赶紧留言 圣诞快乐 林云儿晒戴眼镜的自拍 林更新又操起了老父亲的心 看书看多累了吧都尽失了 林云儿发杂志封面照 林更新也会第一时间马上回复 做出评价 在林云儿的多条微博下方 林更新都会一如既往低调又深情的评论 仿佛住在评论区 另外 林云儿的生日发文 林更新更是雷打不动的坚持发祝福 然而 林更新追星多年 从来没有得到林云儿的回应 可以说爱得非常卑微了 林更新是几年前和林云儿 是在2016年合作连续剧 武神赵子龙时候认识的 虽然影片评价不高 但两人合作非常愉快 建立了友谊关系 林云儿 1990年出生于韩国 是女子演唱团体少女时代成员 林云儿有着仿佛从纯情漫画里走出来的 女主人公般的外貌 五色鸟般的魅力 她的演唱 舞蹈 表演等能力都十分优秀 作为歌手的云儿有着优秀的和声和卓越的消化编舞的能力 跳舞的时候和平时柔弱的样子完全不同 作为演员的云儿的演技自然真挚 眼神变化很多 眼睛会说话 2002年 林云儿参加韩国SM娱乐有限公司的选秀 而进入SM公司成为旗下练习生 2007年8月5日 以演唱团体少女时代身份正式出道 其主演的韩剧《你是我的命运》 乞丐变王子 《家族诞生2》大获好评 去年 林云儿和曹正爽主演的电影《极限逃生》 成为年度票房黑马 影片上映了一个月后 观影人次已过千万 而好莱坞大片特别行动的观影人次 仅仅只有300多万 片中 林云儿饰演会攀岩的女经理 为了逃生 她与男主角在屋顶上飞檐走壁 出演了多场看的人手心冒汗的惊险细分 身形优雅的林云儿 在片中不但奉献了刺激的攀登戏 而且和男主角谈情说爱的差到好处 充分展现了林云儿的娱乐天赋 在事业上稳步推进 林云儿的感情生活却较为平淡 2013年9月 林云儿与男演员李生姬交往 2014年1月 两人恋情曝光 但是2015年两人宣告分手 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林云儿在社交账号上 晒出了汉语证书成绩的照片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她已经通过了这次考试 汉语水平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2016年 诞生的她和林更新合作了连续剧《武神赵子龙》 而如今她通过了汉语认证 想必要回复林更新的留言应该是轻而易举 不知道为何一直不回复林更新 难道是为了避嫌吗 除此之外 李一峰也曾和林云儿传过绯闻 李一峰与林云儿合作拍MV的时候 林云儿被问到中国男演员熟不熟的时候 林云儿很害羞地表示 喜欢李一峰 因为她好绅士 很帅气 惹得周围节目人员起哄 后来也传出了绯闻 后来由于两个人没有一直合作的机会 也就不了了之了 对此 网友调侃 林更新作为九一少女的梦 却无法成为女神林云儿的梦 想必心里不是滋味 继续加油吧 在事业上稳步推进 林云儿的感情生活却较为平淡 2013年9月 林云儿与男演员李生姬交往 2014年1月 两人恋情曝光 但是2015年两人宣告分手 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林云儿在社交账号上 晒出了汉语证书成绩的照片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她已经通过了这次考试 汉语水平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2016年 诞生的她和林更新合作了连续剧《武神赵子龙》 而如今她通过了汉语认证 想必要回复林更新的留言应该是轻而易举 不知道为何一直不回复林更新 难道是为了避险吗 除此之外 李一峰也曾和林云儿传过绯闻 李一峰与林云儿合作拍MV的时候 林云儿被问到中国男演员熟不熟的时候 林云儿很害羞的表示 喜欢李一峰 因为她好绅士 很帅气 惹得周围节目人员起哄 后来也传出了绯闻 后来由于两个人没有一直合作的机会 也就不了了之了 对此 网友调侃 林更新作为久欲少女的梦 却无法成为女神林云儿的梦 想必心里不是滋味 继续加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